你凭什么可以来从一个临时的变成一个正式的 那这个标准是什么 我们不是不能接受街友 可是政府单位不能就把街友塞给我们 没有告诉我们 你怎么样来保护我们的安全 Homeless它跟两个问题常常会相关 一个毒品 一个是精神的问题 5月4号的工厅会是我们唯一发生的机会 只有那一个小时6点到7点 拜托大家为了你自己的权益一定要站出来 这个重要的时刻我们真的需要你的帮忙 感觉到我们坚定的立场 他们才会做出一些改变 否则的话就已经定案了 那可能就无力回天了